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国际重要新闻 之前有消息指出 塞浦勒斯走投无路 计划出售储备黄金以救国 以筹得4亿欧元作为换取纾困金的条件之一 虽然塞浦勒斯随后否认此一传闻 但却已经使得黄金市场一度重挫 塞浦勒斯将要出售14顿储备黄金中的10顿 筹措4亿欧元来配合欧盟的金融救援计划 国际金价应声下跌了1.7% 是两个月来的最大跌幅 投资者担心 这会引发其他债务满身的欧洲国家 跟着抛售黄金来筹集资金 面对经济的动荡 投资者可能要问 传统上最保值的黄金是否不再那么保险 但是经济学家说 不用担心 即使其他面临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都抛售黄金的话 由于债务庞大 对缓解债务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所以引发抛售潮的可能性比较小 但看黄金的走势确实显示出动荡 美国高盛银行调低了今年黄金价格预测 每盎司1545 并表示明年金价会进一步下跌 英国金融公司CMC的分析师麦克修森认为 还是不能跟风看空黄金 不过对投资者来说 另外一个动向也值得关注 规模最大美国ETF黄金基金 今年以来已经抛售了77亿美元的黄金 这让投资者开始质疑 是否持续以10年的黄金牛市已经后径乏力 投资者应该谨慎观望 新唐人记者刘楚军综合报道